申巴体坛三层皮一针戒气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哥哥球兵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咱就聊一个非常开心的话题 关于中国女排 我们也是刚刚的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让郎平也是再度的再添一名奥运神兵 也是由于为一米巴巴的 是吧 我们的铁娘子持援中国女排 让中国女排堪称是如虎添翼 在我们的奥运征金的道路上 也堪称是再添了一个强有力的砝码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2021年中国女排 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什么呢 那就是东京奥运会的卫免 那么在这项东京奥运会的卫免之前 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在意大利的里米尼 在参加女排的世界联赛 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整个中国女排 一直都在按照郎平的计划 有条不紊的在推进 那么从第一期 抵达意大利里米尼的13名队员 13名替补队员 再到后期 第二批抵达到意大利里米尼的 6名主力球员 这两个批次 一共抵达意大利19名队员 那么可以说呢 中国女排 也在不断的筛选着 临选着各个位置上 我们的整体的主力阵容框架 那么目前来看 这套主力阵容框架 也正在逐渐的陆续的敲定完成 而非常有望 在这一次女排世界联赛打完之后 郎平将会正式的对外公布 他的一套终极版的12人名单 那么这套名单 其实是广大球迷非常关心的 因为目前我们作为 里约奥运会的冠军 来到了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 我们是未免冠军 那么各支球队 肯定都会重点的去研究我 针对我 所以说呢 中国女排 我们想要去未免两年冠的话 那肯定我们会成为重视之地 我们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在各个位置上 挑选出精英强将 才能够有机会去更接近 去拿到这一次的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说呢 这对于郎平来说 眼下态是积极的在加速 不断的阵容的磨合调整 尝试各种的阵容搭配 目前来看 其实自从我们第四周开始 我们的六大主力回归之后啊 郎平更多的是以主力阵容为主 每场比赛几乎可以说是 各个位置上全都是全主力出战 替补球员呢 几乎很少能够得到机会 那么实时认为呢 其实在过去的几场比赛 偶尔的穿插着郎平 也会让个别的替补球员 上去找一下比赛的感觉 那么这时候就能看出啊 个别球员替补球员 他能够上场比赛的 都是有可能进入到 奥运会比赛阵容的 他都是在接受郎平考核的 对不对 那么从最初的 我们知道复工位置上的杨涵玉 那么再到后期 接应的丽瑶 那么再到后期 二船的这个瑶迪 这些球员 陆续的在过去几场比赛中 他们都是以替补球员的身份 跟主力阵容形成了一个搭配 并且上场完成了比赛 而且要知道 在刚刚结束的本轮 与俄罗斯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又一个替补 正式的完成了 他在主力阵容回归之后 他与主力连妹出场的一个首秀 是吧 回归首秀 那么这个首秀呢 也堪称是非常的惊艳 他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接应和主攻位置上 两个位置都能够胜任的 我们的刘彦涵 我们知道刘彦涵啊 他身高一米八八 能够打第四主攻的位置 能够打第二接应的位置 目前呢 他是一个万金油型的球员 那么在本场比赛 他正式的回归 完成首秀之后呢 也算是跟主力阵容 完成了一个无缝衔接 我们看到他上场之后 攻守两端 都有着非常稳定的表现 那么跟严谨一起来往的时候 他在二号位的来往 效率成功率都是非常高 而且一传的质量改善了很好 而且后排的进攻 也是非常的强硬 给郎平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让郎平都没有想到 说实话 昨天晚上 郎平可能上去 也就是让他临时的顶一顶 结果那一顶 是吧 一看表现不错 多打了一会儿 过来一会儿呢 孔祥宇把他换上来了 换下来一会儿呢 孔祥宇打了一会儿 一看有点体能下降 郎平呢再度把刘烟还换上去了 那么这就是能够对于 这个替补的一个极度的信任 是吧 两次换上 两次换下 这就是能够看出 他已经正式的能够跟主力球员 形成一个合理的轮转呼应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是 主则链对于你这个替补球员的一个 极大的认可 那么也能够看出 这个一米八八的铁娘子 是吧 确实是他的球场上的作风 非常的顽强 对吧 不愧是咱们老八一女排的一个 绝对的核心战将 也曾经帮助咱们中国女排 是吧 拿到了2015年和2019年 两年的女排世界杯的冠军 让郎平很有可能 会把第四主攻的这样一个名额 留给刘彦涵 因为关键时刻 当力尧 他状态不佳的时候 刘彦涵可以给董祥宇打T5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就给郎平带来了一个 是吧 两个位置的一个双保险 那么这无疑给中国女排 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个 增金之路 带来了一个全面的加码 那么伴随着 刘彦涵这个点的大爆发 可以说是给中国女排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么如果说刘彦涵最终 能够持缘中国女排的 12人的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着上加的表现 不辜负郎平对于你的信任 帮助郎平去实现奥运两年冠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我们期待胖州的球 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的天天被你 聊到点球